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又要出访到东南亚的三个国家 印尼、马来西亚跟泰国 去做拉盟友的动作 但更深入进一步看的时候 他跟美国所提出来的印太战略 还有印太经济架构都有关系 各位,这里面跟台厂 可能是十分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才发现 原来这里面有美国的两大用意 到这些印太、东南亚的国家去 第一个,希望供应链的部分 你们东南亚的部分要强壮一点 他要把供应链从中国再拉一些出来 第二个,这些拉出来的供应链 需不需要钱?需要钱 所以美国帮忙想办法解决融资的问题 所以国城,到底美国现在的印太战略 跟印太经济战略是什么呢? 好,美国现在就是打算 供应链就算不是移出中国 至少不能受制于中国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中国,我们刚才节目里 讨论很多仇富,疫情又不透明 排外 然后政治干预经济的情况越演越烈 再加上安全的挑战 智慧财产权 国安的威胁 英国的情报首长就说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战略问题 所以美国就是希望 把供应链就算没有办法 完全移出中国 至少不要受制于中国 那移出中国要移到哪里? 主要就是东南亚 那么这个时候 台湾就出现了一个新的 跟美国合作的亮点 在去年9月美国跟台湾签了一个 叫台美基础融资 建设融资 跟市场建立合作架构的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其实在台湾注意的人不多 但是为什么美国突然跑来 跟我们签这个协议 因为从2016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 台湾开始搞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台湾其实注意的人也不多 但是台湾新南向政策 就是要提前把供应链 或者是这个经贸的市场 不要完全依赖中国 转向东南亚 所以我们等于比美国超前部署 四年四五年 这方面的经验 让美国认为 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美国现在就开始讨论 跟台湾讨论 就是说希望台湾 能够利用在东南亚的台商 台湾的政府可以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桥接 跟这个仲介的角色 让这个供应链 譬如说你现在从中国移出来 对不对 中国移出来之后 移到东南亚 那台湾已经在动新南向政策 而且有一段时间的经营 所以台商在这个地方 让台湾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得到更好的协助 供应链才会壮大 这个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所以台湾的政策 在这个新南向政策 是美国跟我们合作的一个诱因 就是既利台湾自己 也利美国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个共同战略需求 就是供应链 不要再这么依赖中国 要依赖 不要说依赖 就是要发展到其他国家 这一点来讲 台湾跟美国利益一致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美国新的印太战略 台湾的角色就升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台湾有很多的银行 它到东南亚都有设计 据点 像是台湾的合作金库 它光是在柬埔寨 大概就有四五个据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会不会对美国的印太战略 经济战略架构来讲 台湾的金融业 也是其中的一个焦点 当然因为 这个投资 最重要的就是钱 那钱的话 当然需要跟金融机构 密切的合作 那现在来讲 台湾的金融业跟台商 可以说共同在东南亚打拼 那这个如果能够发展得起来的话 那当然供应链的壮大 稳固才会一定 所以现在最近的金融业 目前看起来 今年的获利的状况 它明年获利的展望 看来都不错 因为就是整合进了 这整个的架构当中 不是完全受制于中国 之前我们节目也讲过 中国这动不动 恒大 这个地雷一大堆 这个对金融业 其实潜在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金融业转出来 进入东南亚 当然东南亚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 但是在美国整体的供应链的 这个战略之下 相对来讲 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